原标题 国民革命军第36军进入河南与敌作战 这是唐生志的部队多由湖南任组成 是一支典型的乡军 由于蒋介石发动412政变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于是湖北省的农民群众 不肯为北伐军运粮 致使前线军队受到极大威胁 36军在河南落河 军粮就要吃完 副军长周兰急得不行 于是专程赶去武汉 找到国民政府民运部长毛泽东 请他帮忙 毛泽东很爽快 说孟肖唐生志先生委伐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我一定帮忙 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 你放心好了 毛泽东说到做到 不到一个星期 就从湖南粤州调了一批粮食运到了落河 对此 周兰十分感激 周兰设湖南旗 东人 是有名的乡军将领 没过多久 6月25日上午 毛泽东突然来到了周兰住宅拜访 周兰高兴地接见了他 毛泽东说 舒吉先生 你就要回湖南去代理省主席了 周兰很奇怪 我不知道这件事呀 毛泽东说 上面已确定下来了 你回湖南 他们长沙方面通得过 我们共产党方面也放心 你回湖南去 一定要手下留情了 毛泽东说 手下留情 意思是 湖南反共气焰正常 希望周兰对中共党员网开一面 周兰当即与怒 我不会去 如果去 当尽力调解冲突 葬天下午 周兰就被武汉政府的汪精卫 谭严凯 孙科三位主席去谈话 要他赴长沙代理湖南省主席 周兰当即拒绝 我是军人 不懂政治 不敢负此重任 另外 三十六军都在前方作战 长沙无一兵一组 其他驻军 不属我指挥 我指挥不了 谈话不过 第二天 三位主 习又约他谈话 周兰还是坚持不去 汪精卫说 我几天来 一直与孟肖先生通电话 反复商量 还是以你去为最恰当 非你不可 不去不行 有人要去 我们还不许可理 周兰只好说 我能力有限 恐怕难以胜任 请容我再仔细考虑 第三天 三位主席又约他谈话 周兰还是不肯回湖南 谭严凯说 唐生智已经同意 你只得接受任命 周兰剑实在是无法推脱了 只好答应 汪精卫交代说 昨晚我们研究 还是决定与共产党分家 决定尚未正式公布 你也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说 周兰一听料与共产党分家 心中暗暗叫哭 可已经答应了去湖南 骑虎南下 于六月底 不得不硬着头皮腹长沙 代理湖南省主席 这时 湖南的党务由国民党CC分子主持 是蒋介石的人马 他们以清党反共为口号 动辄以亲共分子抓人杀人 周兰没忘记对毛泽东的承诺 想方设法救护共产党员 在分共贤 他将在三十六军工作的中共党员 王恩茂 张平化 文年生等里送出境 还从死囚牢中释放了一批共产党员 其中 王恩茂和文年生 后来成为解放军中将 王恩茂和张平化 都当过新中国省区委书记 这是后话 为了履行对毛泽东的承诺 周兰还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亲自把湖南全省的共产党员花名册烧毁了 结果 在亲党时 蒋介石和汪毅精卫 要求湖南抓捕共产党 可原来的花名册却找不到了 蒋介石和汪毅精卫 气得要死却又无可奈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